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情景 一定十分尴尬 但愿老天爷保佑 海神娘娘保佑 她可千万别不理我 唾弃我呀 不管怎么说 咱们现在也算是做正经生意了 相信她应该会理解 我倒是觉得 萧天远比沿海鹰要豁达一些 所以我啊 难题比你多 真想着船 就此停在这里 永远在去的路上 永远充满希望 别说傻话了 玉儿 鼓起勇气 咱们现在可是在做大事了 你刚才叫我什么 对不起 熊小姐 我一时走嘴 对不起 再去仔细找一遍 你们快去 是 怎么样了 老爷 到处都找遍了 没见玉儿的影啊 怪了 这灵不凡也不见了 红远楼 红玉客栈都不在 哎呀 真是的 天都到这般时辰了 他们两个能去哪儿呢 你说这难得高公公赏脸 赐宴一回同意召见 连我都没受过这样的宠幸啊 你说他们俩倒没人影了 让我怎么去回高公公的话呀 真是的 福太大人 大人 找到了 在哪儿啊 宣海道衙门里管事的说 大小姐和林公司两个人 昨天一大早到那里 掉了一条船出海去了 出海 你没听错 小的不敢听错 是 这越发的麻烦了 老爷 出海未必是坏事啊 还能有什么好事啊 你说他们是不是 去安排岳港卯头的事情了 对呀 就说他们两个是为了筹办大货债 早去越岗码头实地考察 做安排去了呀 准是这么回事 咱们怎么没想到呢 哎呀 对对对 照这样看起来 这个人还真有点脚踏实地的劲头了 只是他们调动船只这样大的事情 那总该跟卑职说一声才对呀 你看他们俩这 人家是商民筹办大货债 跟你这顶乌纱帽有什么关系呀 你只要静等着他们给你送钱财就行了 公公您放心 税是一定要收的 越是红字号这样跟卑职有瓜葛的商家 越是要严格约束 绝不能逃避赴税 更不能有啥违法乱纪 看不出 你办红字号商行还蛮有境界的 那说不定咱家就会入胜一股了 不知熊小姐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失敬失敬 冒昧打扰 二位能如约赏光 小女子兴慎 侯爷严小姐 请上船 上船吧 上船吧 二位 请 请 请 不凡哥 不速之客 不成体统 林不凡 有理了 林公子 别来乌鸦 江公子 韩英 请 大哥 你怎么玩起这个东西来了 小心走火 新鲜玩意儿见识一下嘛 你真是越来越有闲心了 对了大哥 听说熊一鹏的那个妹妹来了 还点名道姓的要见萧天远和海英 她不用心经营她的红字号 突然间来到北港找萧天远和海英 会有什么事啊 别着急嘛 回头就知道了 我不放心 我还是去看看嘛 我看熊小姐帖子上写着红宝商行字样 相信二位此行 是以商人的身份 前来北港的吧 是的 民女已经离开了兄长家 置身在外经营红字号 熊小姐 你们兄妹俩 从小就父母早故 一直生活在一起 为何要分开呢 民女经营红字号 走正常渠道做正经生意 不想沾染关切 红字号现在颇具规模 可喜可贺 真是熊小姐经营有方 情号林公子一力支撑 刚刚走上正落而已 那应该称呼林老板了 恭喜恭喜 不凡哥 恭喜你找到这么适合自己的位子 我也该称呼你一声林老板 该祝你虔诚无量才是 不过是烂鱼冲术罢了 让二位 揭笑了 我们再商言商 不知二位前来是什么目的啊 很丢脸的一件事 硬着头皮说出来 请别见怪 请讲 请求奇异商行 或者北港商邦 转让一部分 官发传引给红字号 这恐怕不行啊 熊大小姐 因为任领传引之时 我和奇异商行的林老板 都在官府的步子上 签了字画了押 还有海安侯爷 当场也确认过 我们 亏出翻倍的价钱 银票都已经带来了 你应该知道 买卖官发传引 就是犯法 好 剑用总可以吧 颜小姐 我们先剑用一部分 来年如数归还 熊小姐 你想要多少分呢 五十分足够 五十分 不知熊小姐 需要这么多的传誼 用来做什么 当着真人不说假话 洪字号正在筹办一处大货站 地点就选在越港码头 这五十份官发传誼 是为了方便 往来交易的海内外客商呢 你们要办大货站 对 靠海便利 吸引大陆客商 民女以为 海安侯爷是皇上钦差 全权办理福建边海事宜 建立通洋贸易 福建边海的主心股 这样的大好事 应该大力支持才对 你 熊四号筹办大货站 此事无可厚非 只要手法经营 照章纳税 本官当然大力支持 只是这传引嘛 当时我 当时我跟熊小姐就在门外 我和熊小姐是一心想要认领的 此事我和严小姐都无法做主 这样吧 你们耐心等候 我和严小姐去找奇异商行林老板 和北港商帮的严帮主 和他们商量完之后再给你们答复 严小姐咱们走 江公子 海英 林某离开北港日久 洪宗浪迹 毫无作为 实在无颜登岸 去见诸位江东父老 就请二位 不要说林某来过 拜托了 海英 你怎么了海英 慢一点啊 到底怎么了海英 我哪又得罪你了 不是你啊 是林不凡 其实那次在海安城 我就发现他和刘虎仪有勾搭 我想给他点面子 给你的纸条上故意没了我关于他的事 其实啊 我就知道是你放了他 那次我已经跟他正面交了手 完全可以当场抓他 但是我还是把他给放了 可是没想到他又跟熊家兄妹搅在了一起 我爹要是知道了还被他气个半死 嗯 所以啊 这次林不凡来北港 咱们还真的不能说出去 直立包得住火吗 知道会有人知道的 海英啊 一个大男人把话说到了这份上 咱们就再给他留一次面子 嗯 走吧 走吧 熊大小姐 是一个赌信妈祖娘娘的 乐善好施之人哪 现在出来做生意 也算是对开进通海鼓励经商的 一个积极回应 大好事嘛 还不是仗着他哥哥的权势 赶风潮赚黑钱 七一上行 跟他的几个铺面都是近邻 倒没见有过什么黑心的举度 可是红字号跟刘虎仪是有牵连的 跟刘虎仪有牵连的是他哥哥 他一个女孩家 怎么会跟海盗有牵连呢 嗯 要么就是零 零什么 啊 那个零零碎碎的一些小毛病 哪个人没有啊 要我说啊 只要他能够手法经营 照张纳税 管他红字号白字号呢 铺户越多越好 规模越大越好 这样的话 福建边海才能繁荣起来嘛 对 说的对啊 他会照张纳税 打死我我都不相信 咱们转让官发传银 就已经有税银入账了吗 对啊 一份传银加几千两银子呢 那不就是税 他们缴到的税银 也算三百万两中的一部分了 咱们紧紧手 转让一些给他们应付即用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 嗯 其实啊 我对他们的大货站 更感兴趣 哦 他要办大货站啊 真的是个挺有魄力的想法 是个大好事啊 他们跟咱们学 跟咱们比 你怎么还说是大好事呢 这个生意圈里讲究的就是 争来比去 他要是真的把这个大货站建立起来 那咱们呢 就跟他联手做生意 嗯 对啊 咱们两家在大陆海上遥香呼应 他在大陆广开货源 咱们在海上转手贩运 那三百万两税银 不就能早日兑现了 对啊 他在粤港码头建货站 赚多少银子 都落入熊一鹏之手 施下熊一鹏断无此贼胆 你想有高松盯着 这么一大块肥肉 他要敢往嘴里塞 那就难逃会惹火烧身 他不是这种笨蛋 照这样说来就让他去办好了 到时候肥肉摆在台面上 想法子避开高松那个老怪物 直接送到皇上那边 不就等于熊玉儿帮了咱们一个大忙了 嗯 那么 大家认为 传隐到底转让给他们多少合适呢 照我估计 咱们实施北上南下计划 有二百二十分足够用啊 那我们就干脆大方点 给他们五十份好了 海盈啊 你觉得怎么样 爹都发话了 女儿还敢说不字吗 这是五十份传议 本职希望熊小姐和林老板 能够心口如一 把这传议用到正处上 侯爷 严小姐 河北港商帮诸位头领 民女感激不尽 洪子昊感激不尽 我知道五十份传议来之不易 请相信 他们都会用到正处当处 绝不会沾染官器匪器 哦 这是二十万两银票 按我们说的翻倍给价 还差十万两银 回头会尽快送过来 为表成衣 这支玉镯作为抵押 这不行 熊小姐的随身之物 商帮绝不会收 我们非但不能收下 熊大小姐的抵押之物 这二十万两银票 也要退还给你们五万两 颜小姐 这怎么可以 收好的 生意圈的规矩 紧缺之物转手出让 理当加价 船也虽然紧缺 但它不是货物 北岗商帮与红字号 有可能构成竞争 但绝不是敌对 所以 颜小姐出此言 当作是自家人哪 民女 谢过颜家小姐 一方过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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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曹明寇见秦才大人 起来吧 谢大人 禾了吧 谢大人 财运当红 对脸也不错 不知钦差大人驾到 有失远迎 罪过罪过 这位就是 林公子 林老板咯 林不凡 大人大驾光临 碧殿蓬碧生辉 大人 里面请 里边请 这是令妹 熊氏玉儿 这两个人 不错 公公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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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公公 请 请请 大人 请坐 听说 你原本在北岗商帮做事 草民从小在海上长大 可为什么又离开了呢 这 回公公话不必躲躲闪闪 回大人 为了感情 也为了前程 年轻人吧 一般都难逃过这两关 现在北岗商帮闹得挺红火 你不后悔吗 在我看来 洪自豪将会比北岗商帮更红火 何以见得呢 北岗商帮 常年飘摇海上 远离大陆根基 虽然长于泛云 但却苦于源头活水不足 常有干涸之鱼 而洪自豪 稳居海安城 前有通道 后有靠山 正所谓天时地利 八方坚固 应该是 财云滚滚 有事偏颇 我说 聪明的后生 你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 请大人辞教 北岗商帮 由萧天远做后台 开进通海 鼓励经商 乃当今皇上的旨意 并非萧天远 个人作为 如果 一定要比后台的话 那洪自豪的后台 应该是朝廷 是皇上 是高公公您呢 这么说 洪自豪不就成了 做通天大买卖的了 没错 没错 站住 干什么呢 原来是您的 有事吗 严帮主在吗 帮主在里面 请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帮主 是这样的 我们的船 从日本九州返回 一路风顺 没想到 快到家门口 却被洋人舰队拦截了 他们说 从今往后 各国反向日本运送货物 均要经过东印的公司同意 并由他们代理 否则 谁也别想越过澎湖雨海面 那 你没跟他们说 是北港商帮的船吗 什么都说了 对方就是不听 还让我捎话给帮主 请我方 务必去趟澎湖雨 给他们做个答复 岂有此理 这些洋海盗 真是欺人太甚了 爹 让我带一堆商丁 和他们讲理去 对了 东印度公司 一直瞒不讲理 这次 非得给他们的颜色看 他不肯 方主 快下决心吧 我愿意和大小姐同我 一定要让对方给个说法 等等等等 侯爷 你的意思如何 帮主 西洋人在南洋 停着一支 实力强大的舰队 随时都可以赶来增援 若是真交其手 咱们北港商帮 等于一卵击石 你怎么这样 长他人的稚气呢 侯爷 按你这么说的话 那我的澎湖雨 什么时候才能收回来呀 好了好了好了 这件事情 等派人交叉完 再做决定吧 哎 帮主 刀摸好了 请您验试 帮主 好刀法 帮主 再摸 是 帮主 北上南下 北港商帮分头大行动 各路的担子都不轻 老季福利 志在千里 我要亲自出马去南洋各邦 找当地华商会馆的老朋友帮忙 先收一部分定金回来 是啊 这样折腾你承受不了 上了年岁你得扶老 西洋人 强占澎湖雨不撤退 高松老贼有步步紧逼 没有银子是什么滋味 是啊 启姑 你愿不愿意陪我去啊 这还差不多 老夫 愿意去马尼拉 做一趟顺风顺水的生意 好 记录器处都有高人自报费用 只有我 安守本分 留在北港 看守老营了 不 长皇 林老板对海上的情况不太熟悉 你跟他去马尼拉 好吧 那我就陪林老板去走一趟 江公子 那就麻烦你 去联络弘迹货站了 只有掌握足够的货源 才是出海拼搏的基本底气 明白 那我们一起前往越岗 爹 我们一定不负众望 是江公子去越岗 那我呢 留守老营 为了让咱们的人手更充足一些 我特意请来了两位能人协助海英 好 那他们进来吧 进来吧 请请请 曾经的岩帮主 冯帮主 江公子 岩小姐 大小姐 话还没说完呢 作为古宗山寨的驸马 定国给大家施礼了 到底是古宗大族长的妹夫 多威风啊 你看新婚中的公主啊 更加漂亮了 来 这边坐 来来来 丁伯伯你坐 正在那里 请 请 北港商邦 缤分三路 北上南下 尸体萧天远 凑银子 北港商邦这伙人 越来越惊啊 霍言 咱们得警方上当啊 光脚的 不怕他穿鞋的 咱们做的是五本生意 会省什么当 干脆 针锋相对 咱们也北上日本 南下履送 你的意思是打劫货物 太麻烦了 等他们返航时打劫货款 那多省事 到手 侯爷真是好心情啊 一个人躲在这里看风景 现在侯爷 可是承受着两个灭顶之灾一般的压力 一是三百万两税银 怎么按时上交 二是 何时才能赶走赖在澎湖雨的洋人 面临这两个压力 好比是 侯爷脖子上横着两把剑 我现在也是如同 在炉火上煎熬 只恨 心有余 而力不足啊 你是为了上交睡淫的事着急 还是你怀疑北港商帮和渔船帮的实力 都不是 那你还担心什么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 短期之内 要上交三百万两税银 这对于我来说 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了 但这并不是主要的 现在渔船帮和北港商帮联合起来对付眼前的洋人 也不见得会输 至于 我早就与东印度公司打过交道了 表现如何 都有记录在案 你是怀疑我们这边有内奸 让东印度公司知道我们的真实想法 其实这才是我最担心的 如果内奸过早知道意图 恐怕我们这边还未动手 东印度公司停在巴达维亚的远征舰队 就已经开入澎湖港了 那样一来 澎湖雨的问题非但难以解决 而且 我们还有可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 永遭拓马的历史错误 还是侯爷深谋远虑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本来我还打算陪盐帮主去一趟巴达维亚 可是现在 我得留在北港 协助侯爷 收复澎湖雨到那一天 我也好出口恶气 我倒希望冯帮主和盐帮主 尽快去趟巴达维亚 帮我一个忙 你是说以货物换银子 不 尽量想办法 拖住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的远洋舰队 哥 你说高松这是抽的哪股子邪风啊 他把大货站架得这么高 恨得整个福建都给惊动起来了 这要是失败了 该怎么办啊 去给他弄点吃的 行 鱼儿啊 所以说呀 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这开张大吉要来很多人 我哪知道哪里会撒汤漏水啊 对了 开张大吉那天哪 你得及早准备 我正想问你 这第一个麻烦 要不要给刘虎仪下帖子 这个 刘虎仪的情况很特殊 他在海上和生意圈里虽说是臭名远洋 那就不请 我可不能因为一条鱼 兴了一锅汤 不行 刘虎仪在海上也是个呼风唤雨的主 你不请他他也会来 来捣乱 来闹事 脚子里是心惊肉跳是寝食不安啊 那怎么办啊 嗨 对待这种人哪 你不能恭敬 更不能得罪 这样 咱们改明请为暗请 我派个人去知会一声 但不给他发帖子 哥 这行吗 夜下也只能这样了 到时候他真来了 咱们还要见机行事 第二个麻烦 那西洋人要是来捣乱 寻海盗冠 能够抵御吗 这个嘛 这怎么会呢 你说我邀请他们 来参加红字号的开张典礼 他们求之不得讨好 唯恐不及 怎么会捣乱呢 开张典礼之时 我不准备邀请西洋人 这是为什么呀妹妹 那萧天远的海上大会 不是也邀请了西洋人啊 此一时彼一时啊哥 眼下西洋人抢占了澎湖雨 应该视为敌对状态 非但不能邀请 而且还要联合中外客商 一起制裁他们 公道自在人心 红字号开张揭牌亮相之时 这样的关键时刻 我不能让人家觉得 我无家无国建立忘义 今后红字号的生意 还怎么做下去啊 这可真要麻烦了 妹妹啊 这个北港商帮那边 你邀请了没有啊 我当然请了 这第一张帖子 已经发出去了 哦 那你估计他们会不会来 那萧天远会不会来啊 哥 你又想使什么鬼点子啊 我的好妹妹 我能使什么鬼点子啊 那些西洋人不好惹 我再替你找挡箭牌 傻傻傻 方主 可以看到巴达维亚港了 咱咱们清朝出动 不知侯爷有没有困难 算是扶你了 没露一点痕迹 就把内鬼打翻了 说来也是无奈 但愿 谢成风 没那么坏 大哥 最近你有点奇怪 咋变得多愁善感起来 是不是心里面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告诉我 不要自个儿搁着 越近巴达维亚 我就越忘不了 折旗沉沙的往事 大哥 今非昔比了 咱们眼下 可是有朝廷支持的 没错 来呀 传令各传 满帆行进 是 你这样固执的 等了一天又一天 海面上还不是 连一片翻影都没有 北岗将 他不会来的 不可能 我不相信 我知道他会来的 回去做祈祷吧 用你的真诚感动上帝 好 你看我这身份 来统领这支队伍合适吗 可千万不要因为我 影响束缚澎湖雨啊 张将军 我都跟你说清楚了 高松可以霸你的 可在我这儿 你仍是四匹薰海盗 眼下备战紧急之际 你可不能有丝毫的患得万事啊 大人你坦荡磊落 让下官受益匪浅 从今往后 我唯有整军备战 争取早日收复失地 才是应尽的职责 但是收复彭忽义 光靠北港商帮的力量 恐怕还解决不了 登陆作战的根本问题 我想北港商丁可以胜任 应该让海英有个充分准备了 另外 你拿上我的钦差玉命 去福州和张州两地联络一下 让他们也做好作战准备 但是 不能让高松和熊一鹏过早知道实情 否则就会泄露我们的整个计划 好 相关明白 请侯爷放心 请 据可靠的密探禀报 萧天远并未筹到多少银两 整天就在北港游荡 可能他自知反正死到临头的了 不如在岛上求个苟言参喘 这个家伙 他这玩的是什么把戏 会不会是凶有成竹故意在以假象 糊弄咱家 公公 那咱们弘济货战的开张典礼 还如期进行吗 咱家何时说过要改去 真没想到 你这个人臣服也那么深 但要对澎湖雨动手了 还把我蒙在鼓里 因为啊 在风雨飘摇的时候 要实施这么大的决策 非格外小心不可 况且北港商帮 并非铁板一块 更有高松老贼 对我牵制很多 逼迫我 只能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包括今天我们的谈话也不能让别人知道 恐怕这个计划 你早和我爹他们商量过了 对 在帮主和七姑去巴达维亚的那天 我们做的决定 你真坏 还敢敢瞒着本小姐 海盈啊 你也别生气 这实在是世出无奈 那眼下 你要我怎么帮你 北港商丁是牛是马 都该拉出去溜溜了 更何况 咱们有这么大的护卫船队 也是该漏了我们海上实力的时候了 可是爹和七姑都不在 怎么办 我看 你就可以挂帅吗 我 属中吴大将 撂画当先锋啊 我看 你还是另请高人吧 我怕我这不争气的撂画 会坏了你侯爷的大事 你看你 我就跟你开个玩笑嘛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北港商帮 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底细 而且 我们现在要对东印度公司 采取继续麻痹的方式 让对方认为我们压根就没有抗衡的实力 那才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前提 隐瞒计划 也包括谢夫帮助吗 对 非常感谢凯莉欣小姐的热情款待 来 多吃一点 好 多谢凯莉欣小姐 有句话可以问你吗 既然你如此思念我们的江公子 那你为什么不主动去找他呢 我可以告诉你 自从东印度公司占据大明的澎湖雨 门红阻扰我方与你们的联系 所以 这次粤港红级活站开张典礼 我们接到了邀请 但是还是无法澄清 凯莉欣小姐 你尽管放心 北港商帮和江公子 都会全力帮助你的 我相信 我相信二位 我相信江 原以为这趟来不会顺手 没想到这里的客商啊 非常喜欢我们的货物 连续数日争相抢购 太好了 大哥 我正好有事要跟你讲 嗯 东印度公司 他们的远征舰队停在港湾 船上装载着很多粮食和物品 我看他们真有远航 去澎湖雨的样子 七姑 一定要想法拖住他们 否则 萧天愿收复澎湖雨的计划就会泡汤 多漂亮啊 小姐 来看一看吧 多漂亮的手车啊 怎么样小姐 挺好看的 这个镯子怎么卖啊 一斤并 这个名字很富有 花起钱来大手打进去 看来拉您的居士 并不像传说的那样 双方已经肩拔怒张 谢谢 谢谢 欢迎下次再来 严斯奇先生 倒是有几分胆量 刚再来巴达维亚做生意 不过咱们也算是老朋友 总得打个照面吧 请坐 董事长先生 你有话请直说吧 是不是还为那个协议的事情 你太聪明了 我们西方人是最信守合同的 三年过去了 北港商帮只提供了很少的货物 听说你这次来 带来了三艘大船 我可是一丁点的 货物也没有拿到 这总该不是盐帮主的风格吧 还念念不忘了 那我就明白告诉 那个协议对我来说 是莫大的耻辱啊 我们的尖船力胖 不一定同意你修改协议 依我之见 你不想看到我们的远征舰队 开到澎湖雨去吧 否则你们的北港商帮 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了 董事长 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那我也顺便提醒你一下 如今的北港 可不是你想象中 可以随便捏的 不管怎么说 你得赔偿我方 五十万两银子 这件事就算平息了 咱们今后 金水不犯河水 你们 这是讹诈 颜小姐 小鱼 小鱼 我爹有信来了 颜小姐 你快看一下 帮主他们在那边可好 小姐 老爷心里怎么说 七姑干得真漂亮 她这一亮相 就把东印度公司的舰队迷惑了 小姐 按你的意思是 我们应该动手了 放心吧 我和阿清四几下都已经商量过了 如果这仗真的要打起来 咱们的火炮弹药和大船 都会让东印度公司头疼的 我就是喜欢听你说这句话 可是你们两个 千万不能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你好 船长先生 昨天晚上 越岗码头上繁星般的灯光 说明那里的大货站 台章庆典一定筹备得十分顺利 这几天往来海上的大量船只 也可以证明 他们邀请了大量的中外客商 可是我们 到现在还没有接到他们的邀请函 他们根本不想邀请我们 作为对我们占据彭护鱼的包袱 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大明人 居然敢公开对抗东印度公司 这绝对不能容忍 可是商务员先生 你想怎么办 现在 我们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放弃一切幻想 牢牢固守澎湖鱼 防备 这个落脚点 在此 流失了 不 放弃冒险 被动防御 从来就不是我们的习惯 船长先生 我以公司商务员的身份 要求你给我派沾船 去报复那些大明人 我要让他们的大货站开幕礼 点成码头上哭声一片的治丧礼 但是商务员先生 如果大明官军打入澎湖鱼 那怎么办 你大哥不必考虑 如何防备大明官军 那么 北港商邦 还有那个侯爵 小田远 人家正为上交三百万两税银 而自顾不暇 北港商邦武装力量同样虚弱 他们根本不敢来跟我们较量 都不够了 嗯 我就得傻了 这边就很忙的 这边就好